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军阀混战 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和人民的悲惨命运并没有改变 在这种情况下 孙中山不断探寻着新的革命道路 终于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变 那么 这一转变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就为您讲述孙中山与李大钊会晤和孙文岳飞宣言的故事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这幅油画 名为孙中山与李大钊会晤 表现的是1922年8月9月期间 李大钊与孙中山宋庆龄在上海莫里埃路寓所会面的情景 这份文献是孙文岳飞宣言 1923年1月 孙中山与苏联特使岳飞共同发表了这份宣言 内容是中苏双方要共同努力促成中国的统一 1924年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 会议上 孙中山对他的三民主义重新做出了阐释 中国国家博物馆就收藏有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 从油画到宣言 这几间文物都反映了孙中山革命思想从1922年到1924年的一个重要的转变 而这个重要的转变正是孙中山革命思想从1913年反原护法运动到国民革命的一个转变 那么这个转变不仅对于孙中山来说具有一个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同时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重要转变点 1913年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 孙中山被迫逃往日本 1915年他与宋庆龄结婚时 所送的信物是一把毛色手枪 虽然境况危险 孙中山却依然坚持革命 那么是什么让孙中山完成了从反原到国民革命的重要转变呢 1917年11月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 在列宁的领导下 建立了由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十月革命的成功震撼了世界 宋庆龄回忆说 孙中山很早就同情俄国革命 并且密切的注视着他的进展 他在听到俄国革命成功的消息时 高兴到了极点 从列宁的成功中 孙中山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早在辛亥革命爆发不久 列宁就于1912年发表了新生的中国等文章 高度评价辛亥革命将给亚洲带来解放 使欧洲的资产阶级统治遭到破坏 称赞孙中山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 孙中山跟苏俄里共产党的这些往来 其实是更多的是探讨 比如说是关于革命事业的 比如说孙中山先生对于十月革命的祝贺和认同 那么苏俄共产党包括列宁 对于孙中山的认知和他的赞赏 包括对他的支持 我觉得是基于这种共同的这样的社会理想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 孙中山满怀激情 称赞学生们的爱国壮举 他说 唤醒国魂民族存亡 在此一举 孙中山与各界人士一起积极营救 被捕学生工人和各界群众 要求当局立即释放被捕人员 五四运动 使孙中山看到了民众的力量 开始重视群众性的政治斗争 多次谈到要唤醒国民 于是在1919年10月 他把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了中国国民党 希望这个党成为有群众基础的政党 宋庆林指出 孙中山先生看到五四运动的浪潮 又看到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加上苏联对孙中山先生的帮助 终于促使他改组了中国国民党 1921年7月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 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 也促进孙中山实现了从旧民主主义者 向新民主主义者的伟大转变 十月革命 五四运动 中国共产党成立 这三大事件 使孙中山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 但这时 让他没有料到的是 1922年6月 军阀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乱 炮击他和妻子宋庆林的住所 使他遭受了一生中最大的重创 陈炯明的叛变宣告了孙中山 联合军阀打军阀政治的彻底失败 孙中山曾说 曾几何时 几为情势所迫 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 此种妥协 使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 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 宋庆林回忆说 孙中山晚年已经认识到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过时 欢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和新生的苏联的援助 1922年初 列宁在远中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 向中国参会的国共双方表达了希望国共两党联合起来的想法 八月 李大钊来到上海多次与孙中山会晤 商谈国共合作以及改组国民党问题 孙中山与李大钊会晤油画表现的就是这一历史事件 画面中 孙中山和李大钊两人坐在沙发上亲切的交谈着 宋庆林坐在一旁 面带微笑静静的倾听着两人对话 油画再现了这三位伟人历史性会晤的一刻 他们中一位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一位是中国共产主义先驱 另一位则是中国杰出的妇女代表 他们历史性的会晤将对中国革命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苏联与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下 孙中山决定实施联俄联共辅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 改组国民党 1923年1月 苏联派岳飞到上海与孙中山会面 发表了著名的孙文岳飞宣言 主要内容是要共同努力促成中国的统一 标志着苏联与孙中山和国民党开始结盟 从此双方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但是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却遭到了国民党右派的坚决反对 他们反对三大政策更反对国共合作 一些人以退党为威胁并且公开攻击孙中山 还有些人找到了宋庆龄 想通过他来影响孙中山 但遭到了宋庆龄的言辞拒绝 宋庆龄极力支持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 对李大钊等共产党人也奋卖欣赏 认为三大政策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唯一方法 两者是不可分割的 据他回忆 孙中山当国民党内有人拒绝跟他走的时候 他以坚强的原则性态度告诉他们 要么革命 要么就退出 如果他们不退出 他就退出 而且他公开表明 如果他退出 就去加入中国共产党 和那些真正要使中国 在世界上享有自由和平等的人在一起 1924年1月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广州召开 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行程 到会的165名代表中 有共产党人李大钊 毛泽东 谭平山 瞿秋白 林博曲等23人 会议上 孙中山对三民主义重新做了阐释 事实上 确立了联俄 联共 辅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这是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及决议案 宣言认为 只有实行国民革命和三民主义 才是中国唯一生路 这也就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行程 是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 接着1924年5月 国共双方共同创办了黄埔军校 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 廖仲凯担任党代表 培养了一大批军事骨干人才 最早的三民主义 并没有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内容 新海革命成功以后 中国的局势仍旧不容乐观 万有列强侵略 内有军阀横行 中国国民党此时也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这让孙中山先生意识到 必须为中国寻找一条新的出路 于是新三民主义应运而生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珍藏着这样两张录音片 1924年5月30日 孙中山应上海中国晚报的邀请做演讲 用粤语和北京话录制的四张 同胞都要奉行三民主义录音片 这两张录音片是北京话的版本 孙中山先生曾说 兄弟所主张的三民主义 是集合古今中外学说 适应世界潮流 在政治上所得的一个结晶品 毛泽东曾高度评价孙中山说 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 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 而且因为他能够顺应潮流 提出了联俄 联共 辅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 树立了有这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 是孙中山先生的一大功劳 以上这些珍贵的文物 就是孙中山这一历史功劳的见证 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伟大英明的历史见证 好 感谢您和我一起穿越历史 感受国宝 分享文明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